女网游小学开始手银的七个果报 作者 一鸣 墨学现在学佛了 才知道以前犯的鞋银太重 现在想告诫各位师兄们 因果报应真实不虚 万恶银未首 千万不要再执迷鞋银了 我记得我从小学开始就有手银的习惯 也许是以前是业力的牵引 当时太执迷了 每天都会想住这个 没事的时候就想躺在床上 当时也因为家庭的原因 自己很自卑 时间久了就变得很内向 什么事都放在心里 唯一的发泄就是手银 所以当时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以至于上课的时候我都忍不住 手悄悄放在兜里 然后刺激某某而达到目的 现在想想真是不知廉耻 这样的阴造就了我以后的果报 一 学习从优等生变未差等生 尽管我很努力很努力的学习 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很乖的女孩 记忆力从那时开始下降 我很努力的学习 但老是记不住 二 六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有流鼻血的毛病 当时形容成自来水一样不夸张 现在想想是因为长期浴火攻心 然后从鼻子流出来 心脏不好 容易慌张 有时莫名的心计 教师在课堂上叫我回答问题 我都紧张的腿都发抖 就这惹得我同桌老是笑我 三 身体不太好 太瘦 再吃也不长肉 贫血 四 头上长太多头皮屑了 有同学形容一波就像下雪一样 自己也烦恼 五 自己还有点羞耻心 所以每次做完后 自己都好后悔 但到时又忍不住 这样长期心里绝对自己太不好 和别人相处更觉得矮人一等了 自卑心更重 六 静随心转 时间一长 觉得人活住没什么意思 老是想住还不如死了算了 就因为怕父母到时太伤心 而也怕腾最终没有走上这条路 七 妇科也有点严正 这让我也莫处可说 这样导致长大后 别人问起我的童年 我都忘了 也许是自己前一时不想想起过去 所以选择了选择性的失忆 因为以前银心太重 现在在努力戒掉 但是还是忍不住一银 不过 我会努力学佛 会努力戒掉恶习 各位师兄们 我写的句句是真 希望你们以我慰藉 真的不要再犯邪淫了 切记切记 这一段时间 我在我写的儿子里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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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咀嚓 我从我心里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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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蜓